而我卻清楚知道 接下來十年二十年會是這個世代 需要起來當家 但是誰願意成為父親 來牧養他們 來遮蓋他們 大家好 我是彥信中牧師 我負責台北良堂的青年牧區的社勤區 同時間我也是Asia for Jesus的副執行長 我覺得這個族群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們很有衝勁 他們很有熱情 他們有時候當他們一想過之後 他們就往前衝了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需要懂得他們在想什麼 而且當懂得之後 心與心的連結 很重要的就是引導 而引導完了之後 一定要成全他們 這幾年我們很明顯可以感受到 整個亞洲是在動盪不安的裡面 所以在所有的動盪裡面的時候 我很想要在這個時候 激動或者說激發或者說激活 所有的年輕人能夠看見 他們不需要在大環境下面 成為那大環境後面的反應者 他們可以成為這個大環境的改造者 因為在神在我們裡面的時候 我們一定有這樣的能力 而且我很清楚知道神告訴我 就是現在就是這個時候 時候到了我們能夠來翻轉整個的局面 我想如果只有一件事要對下一個世代講的話 我要告訴他們說 他們全部都來自於一位良善的父 而這位天父 他的良善使我們能夠做夢 我們能夠與神築夢 我們也可以築夢踏實 我們可以看見最後天父所 帶給我們的生命的命令 會成就在我們的眼前 今年八月 讓我誠摯地邀請所有的年輕朋友們 讓我們一起來參加亞洲青年覺醒特會 讓我們一起來改變社會 改變國家 改變世界 因為改變就是現在